既然你选择了以前的朋友 现在的一面 又已经不再完美了 美洋洋麒麟的升级成功 也就标志着只有暖洋洋一人没有找到风云弟弟 只有她一人没有完成麒麟的升级 其实这也不能完全怪暖洋洋 每次她想探索外面世界的时候 都会被小娜将军给阻止 即使是发现了异常 也会在众人的极力配合下接受现实 大姐姐 你没事吧 这里哪有什么低坑啊 到了第二天 村民们就会再次换一种说法 让你接受目前的情况 有条小河在这里也不错啊 风景多好啊 但是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适行 为了剧情的顺利推动 暖洋洋也是找回了曾经的一些记忆 并想要离开这里找到平板 一心想要留下暖洋洋的小娜将军万分不舍 但是暖洋洋还是选择了离开 一时的恼怒使黑暗能量趁虚而入 并且控制了小娜的身体 从小被宠坏的小娜 见不得自己的世界存在不完美 召唤黑暗能量攻击暖洋洋 甚至把自己的妹妹打成重伤 也许这时候 只有美洋洋他们可以打败他 毕竟在封印武器中 美洋洋可是贫美人之力打败了姐妹二人 经历一番战斗之后 美洋洋也是成功地和暖洋洋会合 并且在红太郎的帮助下 顺利地找到了封印的戏 完成最后一人齐利的升级 与此同时 灰太郎也即将担任首席大将军 他先是嫁祸爱美将军帮助慢洋洋结尾 又用洋味饼干的理由给爱美将军添加一个罪名 但是他不知道的是 这些都是狗国王的阴王 他知道灰太郎拥有更高的利用价值 说不定灰太郎三快金顶之日 就是他飞话之时 灰太郎飞话的倒计时也正式开启 不知道小伙伴期不期待